一件抗告成功 高等法院认为 前台北市长克文哲 积极介入金华城案 事实上克文哲无包请回后 声称对金华城案容积率 增加到840%不知其 连日来已被议员们提出的证据 一次又一次打脸 我觉得法官也要考量 他有参加跟应小威三次的便当会 克文哲可以说 我对这个案子都不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话 为什么每一次的会议 他都可以很精准的才示到重点 提督委会 然后尽速协助 然后直接送督委会去审议 游书会大三克文哲 不清楚金华城案 却开了三次便当会 还总能精准才示 要尽速积极协助办理 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更受公文 证明克文哲有介入 看看是否对金华城 非都根地区容积奖励案 相关文书和程序公告 克文哲可是一连盖了六个章 一个公文盖六个章的 超级知道 超级知道 原审没有救 检察官提出全部试证 云语综合评价 这就很重 这就什么意思 第一院的法官这位刘德华 你之前检察官北检给你的资料 你好像没有全部看完 贪污罪跟土利罪的细节 把它补强 看起来这个补强 高院有用 他的抗告状他写了二十几页 这在事物上很少见 代表他是通宵达旦 所以代表这一次北检 是有十足的证据 被告随身物品 我的猜测基本上就是刑事例 在整个案子里面 我们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叫物证 一个叫做人证 那人证已经太多了 不知点名 克文哲被扣押的证误 可能被检方发现关键证据 律师还分析 检方罕见提出二十页抗告书 凭重开羁押题 明显有备而来 克文哲应讯 这回对金华城案还知不知情 和北检监的攻防备受关注 明镜主任 邀请方出海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镜新闻网